全面倒數三天了 各陣營是卯足全境 因為洞見觀瞻 隨時都有可能改變 不知道這個選舉結果會怎麼樣 所以像這樣的廣告 你覺得影響力如何 這廣告有意思的事情 是說在視覺上很有巧思 因為你只要稍微翻轉來看的話 90度 它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國企的形狀 但你仔細一看 右邊那邊是不是有白白的 都有留白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指印 意思說你要拿藍色的指印 蓋掉白色的 把白色的給蓋住 這樣就可以完整的拼湊出中華民國 就是它這個事情 會算什麼巧思 但是它這樣講 而且它標語說不白頭 那個白頭是雙關 就是說不要投給民眾黨的這個白色 那也就是它把重點放在氣堡上 而不是拿來跟民進黨去做 這個區隔或是攻擊上面 那但是這樣的一個效果會不會有 有可能它反而會讓柯文哲支持 覺得說你就是怕我 你就是很怕我 所以你要做這個廣告來針對我 所以它反而會暴露出 侯友宜現在它最擔心的一個點 就是說它的選票會跟柯文哲會有互分的狀況 那那個電視廣告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一些比較可惜之處 就是在於說那個爬山這件事情 應該是要讓趙少康 韓國瑜這些大咖們 軍艦岩 一起去爬 會效果會比較好 不然你要讓匯友宜 穿著西裝 孤零零零零 還在山頭上面 然後在裡面旋轉 其他人都是合成的 連覆手照架看 都沒有跟著爬 感覺有點缺乏成意了 那至於跟2008年這個聯想 坦白講是因為有別人這樣講 所以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2008這個廣告非常成功 我也看到 可是沒有想過說他是在構圖上 有這樣的一個相似之處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聯想 可能只能針對一些 對2008年非常熟悉 非常有情感的三男族群會有幫助 那對於擴大到去跟柯文哲 互相拉扯選票上面的這個效果 可能就沒那麼強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我非常贊同朗東的說法 因為這個如果用這張圖 有沒有這是經典之作硫磺島 如果說是照這個侯友宜蹲在前面 然後後面就包括韓國瑜 這個趙少康 然後包括像蔣萬安張善政這些市長 結合在一起的話 他那個效果我覺得就會比較明顯 因為你要強調是團隊 你不白頭是為什麼 不頭白是因為團隊跟個人的差異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棄保這個議題 我們來看下張戲劇了 當然在侯友宜的部分 好幾場造勢場合 他已經公開喊了 受訪也喊 他是說當選總統的話 一定會結合藍白共治 雖然當時藍白分手擂台 大家一記憶然猶新 但他還是認為藍白共治是必須的 所以要集中選票下架 民進黨 雖然講得含糊一點 但集中選票也是一種棄保的說法 所以柯文哲就說了 那個都是操作棄保的手法 跟我要藍白和 聯合政府都是這個概念 趙好康講得更直白 趙好康怎麼說 他說莊嚴嚴肅承諾 不是吃豆腐 承諾要跟民眾黨一起合作 同時投侯友宜就等於投柯文哲 什麼意思 因為侯友宜要幫柯文哲 實踐政治主張 他所有的政見都會吸納進來 成為他們政見的一部分 一起把好的政見來落實 是這樣嗎 當然是啊 因為其實 之前為什麼會有藍白和 那有這樣的一個合作的前提就是 兩黨對於一些共識是有的嘛 聯合政府聯合內閣 未來國家要走的方向 這樣的共識是有的嘛 雖然這個合作破局了沒有錯 但是我們還是很重視一個國家的未來 那我們這樣有對聯合政府有共識 那就應該有一個執行者吧 那現在看起來 要找出這個執行者 就是希望大家有一個智慧的一個決定 那事實上我們一直都沒有在說 氣保啊一直說氣保都是民眾黨啊 我們這個兩個字從來都沒有說過 我們都只好說過集中選票 而我們也告訴大家 集中選票理由是什麼 那就是要政黨輪替嘛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 不是氣保沒有氣保的問題 只有大家想不想要政黨輪替的決心 只要有想要政黨輪替的決心 就會知道你要如何找出那個執行 可以組聯合政府的那一個執行者嘛 所以我其實也覺得柯主席 他已經開始有一點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了 他居然開始講到說 那未來我聯合政府可以找民進黨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很早就講過可以找民進黨 對 沒有錯 可是他現在又再重新講一次 我想這樣子的說法 反而會讓一些支持者嚇跑 他會覺得說 哇 我投 現在我投好有餘 在說剛剛我們說我投好有餘 等於投柯文哲嘛 可是你的話會讓我擔心 會讓我覺得 我投給你 難道是投給賴清德嗎 他要綠的選票呀 他講到更多年輕人的綠色選票 對 是他的選擇 這是他的一個選擇嘛 所以我們就是選擇告訴大家 我們未來贏的話 那我們會怎麼做 那就是我們一樣 會把民眾黨好的人才 大家一起海納百川 一起不要說吸收過來啦 一起來組成聯合政府 不管是柯文哲 不管是郭台銘等等 要放下小我才可以完成 我們兩黨原本的這個共識嗎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再說到 有六點協議 其實那都還是算數的嘛 這六點協議 我們都先不要講說是柯文哲 單方面先撕毀那個 那個承諾的啦 都先不要去說這一頁的事情 六點協議其實每一條 你現在會說他不對嗎 柯文哲會站出來說 這個第一不是第二不是嗎 中華民國不要和平嗎 不會嘛 你不會說反對 我不要這樣子做嘛 那不就代表 其實你也是認同的嗎 那我們朝大家都認同的方向 去實踐這一個 我們兩個都希望的政治主張 不是很好嗎 朗東啊 這是佛帝摩嗎 不能說的那個人 不能說的那個名字 不能說的氣寶的氣寶 集中選票就是氣寶這個意思嘛 其實我都是一樣 現在問題是說 因為國民黨之前一直想要用 邊緣化柯文哲的方式 包含在辯論會上面 吳錫穎就覺得要被造剛邊緣化了嘛 然後變空氣了 覺得說用這個方式可以避免去激怒 柯文哲支持者 讓他們在立委的這個部分 讓柯文哲支持者 也可以投給藍營的立委 大概是這樣 可是這樣會造成在總統的部分 其實柯文哲直接針對柯文哲的批評是比較少的 那現在用一個呼喚的這個方式 希望讓一些過去有可能投給國民黨 講白一點 就投給韓國瑜的支持者 可以從柯文哲那邊回來 可是我觀察到的現象是這樣子 就有一些過去會投給韓國瑜支持者 甚至年紀是比較大的 六十歲以上 他就是喜歡柯文哲就很嗆啦 痛罵民進黨 打綠很凶狠的這個風格 而且現在不只柯文哲一個人是這樣 那他底下的這個什麼黃國昌 黃珊珊 每個人都是很凶狠的樣子 在罵這個時候 他整個造勢的場合是比較好看的 在這一個禮拜來講 那個氣勢是還蠻強的 那第二個是說 那當然有一些韓粉 他會蠻在乎韓國瑜本人的想法嘛 那但是韓國瑜他確實是有多次的說明 那就是為之之後而已 柯文哲不會上 就叫他票要抽給侯友宜 那當然柯文哲就容易遭這個太極權 就說這私底下講的不一樣 如果有簡訊會不方便 公開不會像侯友宜這樣公開簡訊一樣 韓國瑜說私下跟檯面上講的是一樣的 所以柯市長不要誤會 對 對 他也是權威這部分 所以我相信是這樣 但是他會讓一些比較喜歡柯文哲風格的 過去的韓粉有一個理由 去繼續的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 他必須要去展現出更強的氣勢 不管是對於綠營的這個批評 或者是對柯文哲本身的這個批評 其實柯文哲這個八年的臺北市長 就覺得做得很差嘛 這講話剛剛就很多 可以去細數的 就一堆亂攤子給他 這個事情我覺得選舉最後面 還是必須要去檢視 柯文哲的市政績效 就是柯粉跟韓粉的重疊數有多少 我剛剛訪問了一個直播主 他的分析 他認為大概是七比三 所以挺綠的 是大概七成 挺藍的 中間選民所謂的韓粉 大概其實只有三成 而且現在在降低 不知道到底柯文哲 搶到的是綠的票多 還是搶藍的票多 三天後開票就知道了 我們先看下一張CG 所以這個棄保效應 到底棄誰保誰 小姬也很緊張啊 小姬在藍白示範區台中 當然蔡秘魯不用講了 他就是完全經典的 兩邊合作的結果 但是還有其他人也想要 只要跟民眾黨的選區 不衝突的地方 你看看氣喉寶科這種話 在科造勢裡面 很澎湃 真的 然後也有廖偉祥 柳婷 柳婷偉 也有錄柯文哲 幫他宣傳的影片 雖然沒有站台 也是有宣傳影片在上面 那雖然全台車嫂巧遇 加油的也更 所在的蠻多的 還有林國春 今天也加入這種行列 台中林佳新 高雄李明璇 黃柏林等等的 所以雖然只要 不講總統支持科 就不算彩虹線 所以黨中央不會再像前一陣子 有一陣子 黨記除分這樣 沒有那麼嚴格 但是只有新北台中 可以接受拍片 那這樣叫 這個當然柯文哲就很酸 他說這叫市場實力原則 反映出誰才是比較強的母雞 那雖然不能夠喊出總統支持誰 也是一種風向跟指標 這是柯文哲的看法 你怎麼樣呢 我覺得柯文哲可能把實力原則 跟增量原則搞反了吧 實力原則是說 對你比較強 確實柯文哲是一個很強的商品 他個人 但是藍營的母雞 不是只有侯友宜 藍營母雞是 他是以整個黨 政治民心還挺低 對對對 他是以整個黨作為一個背後 不然的話 那為什麼民眾黨不是各區都提呢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緊繃的選區 或者是選情相對艱困的選區 他需要增量選民 增量選民 就是額外多出來的 那如果柯文哲沒有加進來的話 那可能很多 這個民眾黨的選民 他可能去他就不投 立委票了 反正這區沒有我民眾黨的立委 那我就不投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 增量選民的一個概念 增量原則啦 那柯文哲當然他一定要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現在所想要的是 侯友宜 就是比較弱的那一個 是這樣 因為他怕被成為那個 不會贏的選項 是 當然他要盛防這個 另外就是他要盡量堆高 他最後的票數嘛 這個對他未來的發展也非常重要 不論他到底最後能不能獲勝 那另外一個是說現在這麼多 其實我今天有訪問這個 這個周宇修啦 就是進辦的白銀進辦的主任 他說二十幾個啦 不拿這麼幾個而已 二十幾個啊 所以還有啦 那最後被放出來 就看各候選人自己去決定 或者是最後要把他再巧遇一下 至少都是互相的善意嘛 對 但我是覺得今年 其實在立委選盤的部分 整體來說對民進黨相對的是不利 因為我剛剛 在我們今天是Live嘛 我剛剛才從台中大理殺回來 我四點殺下去殺 為什麼就去幫這個蔡佩惟委員 這個讚個蝦 就幫他這個講 開講一下 廟口開講一下 那我是覺得這個氣氛非常的好 那你如何有一個共同的 一個力量的出口 在總統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 因為總統賽局是零和 零和遊戲 他一定會比較尖銳 對可是在立委的話 只要有一個可以match的空間 因為大部分是不重疊的狀況 其實整個氣勢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了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所以馬上就要投票了 到底這個所謂氣泡效應 有沒有可能發生 到底藍綠選民 選民跟白的選民重疊度 其實很快就要揭曉了 休息一下 再來更多深入的話題來討論